衝破大家的心理关口 就突出这一步来英国 Hello 大家好 我这段视频就是想和大家 简单地继续BNO Visa的资料 首先和BNO Visa和LTR一样 你可以在英国工作、读书 用NHS 只不可以领取Public Fund 至于读书方面 18岁以下就可以免费读 State School 如果是16至19岁的话 也可以入读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llege 什么是有资格去申请BNO Visa 首先你需要曾经拥有BNO 即使BNO已经遗失了 过了期未保令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带什么人进来申请BNO Visa 是你的家庭 例如你的伴侣 即使未正式结婚 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 或者你子女过了18岁 这些需要证明他们是依赖你的 如何证明呢 例如你帮他们租房屋、租房屋、讀大学 即是有一些金融上的支持 即使你支持他们 或者他们是很需要你的经济上支持 才可以继续生活 除此之外 你也要证明到 你来英国这段时间 你可以足够支持你自己 以及跟着你一起来整个家庭 所有生活上的费用 以及费用 交易你在英国 有亲戚朋友 在这方面给你支持 你也可以做出一个证明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跟你的家人 即是申请人入面疏人 是需要正常地 行常地住在香港 即是你本身 例如加拿大已经在做居民 你同时保留香港的ID 那你就不可以申请 因为你不是恒常地住在香港 很多香港人 很关注太空人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都很清楚地说明 整个家庭是一定要同一时间申请的 因为它写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must all apply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所以是一定在一起的 如果他们有某一个 member 不是在一起的话 那他就不可以申请 就不可以和你一起申请这个BNO 除非他是一个independent 这样去申请 那他也有写 如果小朋友是under18岁的话 那如果是有些情况 不可以和一时间跟父母一起 可能有机会是分居 之类之类之类的特别例子 你便需要特别和他们 家庭部讲 因为他就说 有机会有一些exception 好了 那你申请这个BNO visa 其中一样需要做的就是TP test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香港会申请做好TP test 然后过来 因为它是last for six months 所以计算是正好 就可以来到这个临世再做 那谁知道原来是不行的 因为假如你已经是新在英国 而去批给你的当时一个BISA 即是包括LOTR 那其实是少于六个月的 它不是over六个月的 那你就必须是要再做过的 所以我也要做过 假如你是在香港申请BNO visa 那就照顾 也是香港做TP test 那你来到就不用再做的 假如你已经来了英国 那你就需要重新做TP test 那费用呢 如果在伦敦的话 成人就是120磅 那小朋友就是90磅 那贵的那间是220磅 一位成人 那小朋友under 11岁就是150磅 那家是万成的 那家是185磅 那家是185磅 那小朋友under 11岁就是75磅 那到时就需要 就是预算时间去订阅 因为都不知道会不会好枯 那你做TP test的时候 就需要带你的正副本的passport 带足够的金钱 那就是两张passport size的证件相 假如你已经做过TP test 那你也可以带到当时的报告去 那这个B&O Visa的时候 开始接受申请 就是明年2021年的1月31日 那这个Visa fee呢 就是如果你是30个月30个月这样给的话 就是180元180磅 那如果你是一次过给了5年的话 就是250磅的 那IHS是多少钱呢 那就是如果你是30-30个月这样给的话 就是1560磅 如果你一次过给5年的话 就是3120磅的 那至于18岁以下的话 如果你分开30-30个月这样给 就是1175磅 而一次过给5年的话 就是2350磅的 那当大家住够5年之后 就可以apply她的PR了 那为什么成为她的PR呢 就是so you meet the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paste it live in the UK test 还有D5年每12个月 里面就不能离开多过180日 那申请的PR呢 也有个费用的 就是2389磅 那英文考试费就是150磅 life in the UK test 就是50磅的 那当你成为了PR 住9年之后 就可以申请做他们的citizenship 那怎么申请呢 就是交费用 费用就是1500磅 而拿去的passport就是80磅的 所以计算所有费用 就算是两大一生 一个family 好像我那样 那总共就要预算24000磅 那这个数字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都应该是比先前估计便宜了些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心过来 那记住要预算这个费用了 那还有比如当中的浴缸 例如浴缸 或者入籍费用 那其实也有机会 就是可能若干年后有机会加价 有些费用NHS那些 那些都是一个很约的 那样去算出来的 就是24000磅 三人家庭 那希望大家真的算正好数 就冲破大家的心理关口 就踏出这一步来英国 那希望大家来的香港人 都一起上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喜欢,分享,分享,和订阅 我的留言 啊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